今天禮拜又有帶小孩子來看診了 芋頭在這邊 生無可戀的樣子 感冒 就這邊頭 往這裡 可以嗎 好好好 出來了 出來了 好了 有幾個啊 漢堡不錯 好了 走了 先拿藥 走了 我們看完了 走 走 拿藥了 這邊拿藥 我家繼續吃藥 知道嗎 剛剛醫生幫你吸鼻涕先有好一點嗎 吸出來好多 朋友們午安 我是飄飄 前面跟我先生陪芋頭去看診 小朋友這兩天又開始流鼻涕了 其實他在上個禮拜六 我先生已經陪他去看過了 也是感冒流鼻涕 看過一次 那這幾天其實有好轉 就好的差不多了 那因為最近真的是天氣多變了 加上前兩天又是颱風 昨天禮拜五去學校上了一天課 下午三點多我去安清班接他的 我發現他在安清班裡頭 他還穿著那個短袖 一進去裡頭還是蠻涼的 我有問他了嘛 昨天他早上去上學的時候 他在課堂上可能就把外套給脫了 直接就穿著短袖 中午安清班老師去接的時候 那時候正好是有一點點那個飄雨 因為學校到安清班還是有一點距離 就可能有一點小雨這樣走過去 下午他又穿著短袖在安清班裡頭上英文課 上了兩個鐘頭 所以我去接的時候我就發現他手臂好冷 這個鼻梯就這樣流出來 我就知道不對了 回來給他量那個額頭 37.4就有點低溫 就鼻子一直哼啊哼啊哼 好不容易好了 這個感冒又出來了 所以就趁著今天休假 我先生說趕快帶他去看一看 現在國小又不像幼稚園對不對 可以隨意請假 今天醫生看下來說 芋頭是得了那個鼻痘炎 有開了三天的藥 下個禮拜二或者禮拜三 再過去回診 因為他這個鼻痘炎 醫師是希望趕緊給他一次性 給他治療好 不然的話以後就會比較嚴重 所以真的我覺得台灣的醫師非常的負責任 他會跟你講說 我希望你要吃完之後再過來回診 真的非常關心病人 不管是大人還是小孩子 都是醫師同仁的 講真的我真的覺得這邊的醫師 雖然是很辛苦 每天看那麼多病患 但是還是真的很認真負責 真的很棒 講到這邊 因為我有看到有網友留言 說可以考慮給芋頭打流感疫苗了 今年打流感疫苗的時間也到了 講起這個 這個就不用我們家長操心了 因為我們現在讀了國小之後 前幾天老師就已經在聯絡簿上 他有把打流感的二維碼 就已經貼到聯絡簿上面了 他就說 為了保護學生健康 本校將於10月31號 為孩子進行COVID-19疫苗 及流感疫苗接種 請家長掃描QR Code 填寫接種意願 也就是他有兩種疫苗 一種就是COVID-19還有一個就是流感 可以家長根據自己的那個意願 自己來填寫的 那我給他填了一個同一接種流感疫苗 然後COVID-19的話我問下來 好像還是有蠻多的家長 就是選擇不給孩子施打了 所以流感我還覺得還是很有必要的 就在這邊我又不得不說 這個是完全公費的 這些疫苗 就是不用家長出一分一毛錢的 全部是政府公費給這個小朋友來施打的 像流感疫苗 其實流感疫苗在其他地方 比方說像大陸好了 都是需要自費 都是要自費 帶小朋友去施打的 所以每到這個時候 會有一些大陸的家長 就蠻羨慕我們台灣的小朋友 因為都是免費 其實在我兒子念國想之前 我以為 轉疫苗公費到國想前 可能讀了國想就沒有公費了 就自費了 想不到這次通知下來 小朋友還是公費可以施打 我真的覺得這邊對於小朋友的關懷 真的特別特別多 讓家長也覺得特別暖心 因為這真的是把這些福利用到我們小朋友的身上 真的是說是做實事啦 是吧 就不是老是口頭上這樣吹的 真的是有幫助到我們家長還有小朋友 所以在這邊我也是滿滿的表達感激啦 真的是讓人覺得特別暖心 其實我今天我就是想跟大家分享 我剛剛碰到一件事情 但我覺得這件事情可能只有在台灣才會遇到 那事情呢是這樣子的 我前面給小朋友先去診所掛號的時候 我就順便去了一下全聯 我在結帳的時候 他那個店員就跟我說 他說今天買衛生棉 他說買六包就可以送衛生紙 我那一開始我說不要 因為今天人也蠻多的 然後面就陸陸續續已經有人來排隊了 幾個收銀台其實都已經滿了 我就說不要嘛 過了一會兒他一邊結的時候他又問我 他說今天還是蠻划算的 他說拿幾包還可以送護墊啊什麼什麼 一講嘛我就有點糾結了啦 我說哦這樣子啊 他一直問 然後我就說哦好好我就拿了兩包了 他說你不然你就拿那個拿六包 他拿六包就送衛生紙送一串 那我就說了我說一串啊是什麼樣的 然後他就拿給我看 他說就這麼大一包 我說好好好 我說那你給我拿 他又給我去拿那個衛生棉 拿了拿拿了六包 當中其實我有一些糾結 因為一邊結帳他一邊在問我 我嗎本來我不要買那麼多 我給大家看啊最終我拿了多少衛生棉 東西在這裡啊 這麼多 在這邊 然後收員員就說 他說反正這個都放在家裡 可以慢慢用的什麼什麼 他一邊在講的時候嘛 因為一邊結帳 我們又糾結了 因為我本來我不想要的 我現在變成了一下子拿了這麼多 他就說想拿個兩包 他又說你多買一點 他會送一串 我不是就跟他說嗎 我說一串是什麼樣的 那個收員員就拿給我看 他就這樣子一直講 搞了我糾結 那我一糾結大家就知道 那我就會耽搁 我原來像按照我這種個性 因為我很不喜歡給別人造成不便或者麻煩 像我去結帳的時候 我一般就收員員 他一邊掃掃掃掃完了之後 我就付款了 如果我有什麼事情需要詢問 我一定是全部結完 我把東西拿到一邊 我可能再詢問 要麼就到那個服務台 因為他今天 他不斷的在問我 就導致我在糾結 到底要不要拿這麼多 那後面的就是很多的顧客又在等著嗎 我想了一下我今天最起碼糾結了有幾十秒 這是我在以前在台灣從來沒有的 今天是我第一次 所以我當時在結帳的時候 他這樣問我 我就有點那個 我就想說 我會不會很煩 會不會等一下有人要出來催我 或者要對著我開罵 我後來主要是我拿那麼多 是因為他一直在反覆的問我嘛 我後來說 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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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拿了那麼多 最終就是送了一個這麼大的衛生紙嘛 想想還可以還算划算 反正那衛生棉都要用的 今天這件事情 我其實覺得特別不好意思 按照我以前的個性 我絕對不會讓後面的顧客等我幾十秒 真的很誇張好不好 今天讓我覺得特別特別感到心情很愉快的 後面沒有一個人來催我 也沒有人對著我開罵 如果我現在還在那個大陸 一定的後面就說你好了嗎 你要問什麼你到旁邊去問 讓後面的人先結 一定是這樣子的 今天真的是後面所有的顧客 就這樣等著我這邊結完 我真的弄得我特別不好意思 你知道嗎 我趕快他那個掃完了 我結完帳我就到一邊 讓給下一位顧客了 其實按照我以前在大陸那種環境中 首先我就不可能在那邊糾結那麼長時間 即使我真的是糾結那麼長時間 耽搁了後面人幾十秒 絕對是被後面人催的 不是催這個收銀員 就是會催我 不然就叫我到旁邊 甚至就會對我開罵 就說你在搞什麼 後面那麼多人要結帳 你看不到 就會弄得你心情非常的差 你知道嗎 有的人都火爆脾氣 就可能就跟後面的人這樣子對嘲起來 我好像在台灣其實經常就會看到 不管在超商還是在賣場還有在商場裡頭 大家在排隊的時候前面一個顧客在結帳 後面真的有非常少的人會去催 特別因為我每天都會去超商 就算你排很長隊伍還是一個很安靜 你有時候因為真的有什麼事情要在那邊 詢問店員 耽搁了一下 但是後面真的就是乖乖很安靜的在排隊 大家幾乎都不會催你 我在想說 除非你是不是特別離譜 真的是 但是時間弄得太久了 我不知道後面的人會不會有點著急 但是我真的到台灣兩年 我真的是沒有見過後面排隊的顧客 有跟結帳的店員說 因為結帳的速度太慢了 單擱了後面而吵架 從來是沒有 也沒有見到後面就是有催前面的 大不了有人覺得這一排太慢了 但他就換另外一個收營嘛 是這樣子 所以我今天真的給我感受太深了 我覺得這種行為 是不是只有在台灣才看得到喔 我只有在台灣我才能安心的 跟收營員來結帳 就不會擔心後面人來催我 甚至是罵我 讓我們之間把這個進行了 其實按照我之前 我真的不可能聽他說那麼多 我要買這些 因為我就是怕後面人著急 以前就肯定說 我不要了 你趕快給我結 我就要我走了 就這樣子 那我今天真的 我真的會糾結了那麼長時間 幾十秒 那還那個店員也是 那店員就反覆地問我 他說真的很划算 因為你也是要用 不然你就多拿一些 所以我覺得真的 我也不知道我今天是怎麼了 我竟然為了衛生紙 我竟然可以在結帳的時候 糾結了那麼長時間 我這是從來沒有的好嗎 我想我可能 是因為我現在台灣 我心裡的這個防禦才卸下來 我可以安心的在那邊結帳 不怕後面人催我 可能我心裡也有 真的把以前的那種防禦給卸下來了 因為我在現在一個跟以前完全不一樣的環境裡 我覺得這邊真的就讓人放鬆很多 以前在那邊真的就是 你時時刻刻你就會擔心著 你做錯了什麼 讓別人不高興了 你就等著被挨批 其實大家不要看我講話溫溫的柔柔的 但是我還是有點小脾氣的 按照以前如果在大陸 我因為這個結帳 如果後面有人這樣子很不爽的催我 我可能會跟他吵起來 因為人在當下 有時候火氣不是特別能克制住 搞不好也可能是因為前面的人結帳太久 就像我今天一樣 糾結了幾十秒 我也可能會去催他 你好了沒有 我還要結帳 後面人還等著 搞不好我也會這樣催他 但是我真的覺得我這兩年在台灣 我的脾氣真的跟以前比 溫柔太多了 在這邊好像很多時候讓人發不了脾氣耶 因為我看到大家都是那樣子 都是安安靜靜的在排隊 真的沒有人會去催 那因為你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中 你就耳濡目染 漸漸的你自己也會成為 這麼多台灣人中的一員 你的個性你的脾氣慢慢的就會變了 以前真的我覺得大陸很多人都會有那種力氣 大家也會有看到那些新聞嘛 經常大家一言不合就開始開打這樣子 經常就是在一些這種公共場所景區 特別是這種長假景區 很多矛盾是層次不窮的 其實台灣當然也會有一些矛盾 但是像這種情況排隊 排隊文化我真的是覺得 跟我們以前特別特別不一樣 真的能讓每一個顧客都是安安心心的 把自己的帳結完 把自己該說的事情跟那個店員給說完 這一點我真的覺得特別好 因為我也不希望我處在一個滿是利器的社會當中 我覺得人與人之間也真的要相互理解 我們的世間才會多一份溫暖多一份愛 所以台灣人這一個排隊文化真的讓我特別特別佩服 今天在我身上絕對是親自體會到 這一些還不是收銀員他在櫃檯拿的 他是去旁邊幫我拿的了 又耽搁了一點時間 把我拿那麼多還幫我拿那個衛生紙 當然我還是一個不喜歡給別人添麻煩的人好吧 一般沒有什麼事的 我還是喜歡速劫速離 方便下一位顧客 所以今天這件事呢 還是請我後面的顧客可以多多包容我 我真的是唯一一次糾結了幾十秒 當然這些東西可以慢慢用 有一段時間可以不用買了 所以今天這件事情還是讓我感覺特別的不一樣 所以就特別想分享出來告訴大家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認同我台灣 非常特別的排隊文化 怎麼講 真的在台灣很難吵架好不好 因為真的是很多的方面跟以前差很大 所以每天你笑嘻嘻的 怎麼能經常跟別人吵起來 作為我們大陸人 不管是在台灣常住的還是來台灣旅遊遊玩的 真的你可以處處感受到台灣讓人溫暖的地方 就算你以前是一個脾氣很差的人 在這邊你真的是很難很難很難發脾氣啦 台灣真的是怎麼說好像是有一種魔力一樣 就是把人以前身上存在的很多力氣呀給撫平 把不好的脾氣給消磨掉 就這樣 所以說現在真的是有越來越多人很願意在台灣生活 那我們長期處在一個讓彼此都能很溫暖的社會中 是不是一件很快樂而且很幸福的事情 所以這也是我非常喜歡台灣的理由之一 今天影片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啦 喜歡的朋友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支持一下 我們下期再見拜拜